实际上下秋季这一叉黄瓜是比较难管理的 你看这叶片 是吧 比较小都比较小 小的原因是因为打这空旺药打的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就是下秋季这一叉黄瓜 这个空旺药是少不了的 但是我们用了空旺药以后会发现 它不仅仅是能把这个街间给它控住 不让它去土长 但是你空了街间以后 实际上它又空了叶片 叶片变小 叶片小了以后它就光合效率降低了 然后 空了花 空了果 所以夏季的时候 你看 这黄瓜它的瓜条都比较短 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管理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看温度 你不要紧紧盯着 你白天的温度 实际上夜晚温度很关键 一般夜晚温度 只要是能超过 25度以上 这个土长现象 就会非常严重 你像河南这一块 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你应该夜温降低了 但是现在夜温还是在25度以上 26度 27度 这样这样的话还会出现土长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空旺药呢 要及时的 去使用 可能有些朋友说 那我不用空旺药行不行 不用也行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土长 不用空旺的 它会出现 造衰 会比较明显一些 根细弱 都会造成了你这个 作物的一个减产 是谁这种 将近优� 尤其谶 评论